不是 你知道吗 他平常是一个 特别能熬夜的人 他早上不起床 晚上不睡觉 早上不吃饭 反正是生活挺不规律的 我就是生活一个 还挺规律的人 我就正常睡觉 正常吃饭呗 我早上又不需要起床 我那工作 不就是从下午开始的吗 然后我跟你不一样呀 你早上起来还得抱怨 你边吃饭边抱怨 你还在那睡懒觉 你说你让我起来干嘛 你们俩分手算了 能在一起再往下走的动力呢 除了抱怨就是指责 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就是你们俩这五年 是怎么在一起混下来的 先告诉我 就这五年 你们俩坚持的动力是什么 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能回答 你回答 我觉得是我比较那个 能包容嘛 对 你能包容 姑娘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那我觉得我除了嘟囔她 我觉得她这一点之外 其他的我还挺好的对她 女生说我除了唠叨叨叨 其他我都很好 是这意思吧 对啊 所以我的问题是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这么一个马虎的 无脑的 不上进的 生活也不规律的 交友也不慎的 拿不上台面的这么一个男人 你是怎么坚持的五年啊 你挺拿得上台面的 长得也挺高的 拿不上台面啊 也挺高挺帅的 帅吗 一点都不帅啊 挺帅的 带着海底捞就给你丢人呐 对不对 就不丢人挺帅的 我刚才总结的那一切 都是你自己描述过程里 描述到的点 她除了那些 她其实平常也挺 也挺照顾我的 就是她挺好的对我 那你干嘛上台这么多抱怨 那就是那些不改的话 那也坚持不下去嘛 她那些 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不就应该有优点有缺点吗 那些有点太过分了 我觉得 啥过分啊 这就是马虎 就想解决这个马虎的问题 她觉得我太刀了她了 言不由衷 我倒觉得男生 好像感受力比女生强啊 我说你们是怎么坚持下 男生回答特别好 大概是我比较宽容吧 行了 事就摆在这儿了 就是这么一对稀里糊涂的 刚刚步入社会的 对生活爱充满了很多幻想 在折腾当中恋爱的年轻人 你们看他们这个恋爱 应该怎么调整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